朕派郑和出使西洋,经的是仁义之师,走的是友善之路 离遇万邦厚往波来,不谈他国遗寸土地,不图他人点滴小力 只为四海清平去勿扬善,各图发展共享繁荣 郑和第三次下西洋返航途中,敬重了西兰山国王亚列苦奈尔的轨迹 从而致使五百多名水士官兵惨死 郑和虽是夜袭王公将其抓获,但却并没有立即处死,而是压解回了大明治罪 各位国君各国使节,还有大明朝的各位臣公,对亚列苦奈尔该如何处置,尽情谈言吧 祖法尔使臣当即攻身表示,亚列苦奈尔以得抱怨罪大恶极,应当立即斩首,以祭祀大明水师的亡魂 却不料尽迎来了亚列的嘲讽 祖法尔小二不过是个胆小如鼠的懦夫,你愿意当大明的走狗,本王不愿 人无骨气,国无孙严,你们还有何脸面站在这里指手画脚呢 亚列的狂言犹如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打在了所有使臣的脸上 然而这却点燃了文武百官的怒火 大学士谢敬认为亚列苦奈尔死到临头,还大言不惭的不知悔过 因此必须将其斩首以谢天下 但汉王朱高旭却表示亚列苦奈尔不仅该杀,而且还应该加倍赔偿大明传队的全部损失 亚列,你都听到了吧,你的所作所为自有公论 什么公论,弱肉强食士大家人,天下的规矩从来都是用强权和实力说话的 见亚列还在各种狡辩,朱地却不以为然,随即便提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 西兰国是否禁食牛肉,而且严禁杀牛啊 朱地为了承治亚列也是做足了功课 他告诉朝堂上的众人,西兰山之所以拥有禁止屠杀羹牛的习俗 是因为牛姓温顺任劳任怨,终身羹云索取却不过青草绿水 牛与云云众盛,皆上天所造 人若依仗自身之强大,任意屠宰生灵,是问人从何来 朱地的用意很是明显,就是告诉亚列强权不足以压人,世大也绝不会凌落 他派遣郑和初始西洋,新的是仁义之士走的是友善之路 离遇万邦后往国来,为的就是四海倾庭共享繁荣 大明天朝,以德报怨,朕再次宣告 让西兰山的臣民来决定亚列的命运 朱地的决定,让朝堂众人大吃一惊 这种大国气度不仅折服了所有藩国的使臣 甚至还深深的折服了罪魁祸首亚列 你,真的不杀我 朕不但不杀你,还要派人送你回国 带亚列下殿 遵旨 听到朱地肯定的回答,亚列惭愧不已 急忙跪在了地上谢恩,表示自己并非不知其罪 只是以为此次被居大明断无活命的可能 因此才故作坚强羞辱了皇上 可皇上心怀天下恩泽四海的态度,却让他打心底的佩服 罪人,亚列苦奈尔,恳请皇上,将我斩首,以此头颅为作恶这戒 本人心服口服,绝无 见到亚列苦奈尔的真心畅悟,朱地赶忙将他扶了起来,让他珍惜这次机会引以为界,将慈爱普及众生,一心向善不复天道 西兰山,愿与大明朝,永结同好 我都愿与大明永结同好 朱地见目的达到,脸上再次挂起了久违的笑容,于是当即将郑和官复原职,并交代他尽快被传送亚列苦奈尔回国 遵旨 就这样,朱地的宽怀大度在各国广为流传,来到大明做生意的外国商人也是越来越多 但朝廷招待藩商的会同馆,却因此人满为患 这时就有人抓住商机,开启了国际酒店 尽管住宿费是朝廷官价的书北,可阔绰的藩商们根本不在乎这点费用 然而就在酒店老板邱广德大肆敛财的时候,汉王朱高旭静待人将他给抓了起来 汉王为什么抓我 本王不抓你抓谁啊,本王还要砍了你呢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要抓我,放开我 次日早朝,朱地将住在广德酒店的所有藩客都传见到了朝堂上,因为他要亲自处理这件事 各位从登上我大明的海岸到礼帝归国,衣食住行都已被妥善安置 请藩使入住汇同馆,也是我大明的律法,你们死入民宅为之犯客,有什么要说的吗 面对朱地的质问,藩商代表拿出于广德酒店签署的契约 并表示不是他们不愿入住汇同馆,而是人满为患无法居住 他们虽将此事汇报给了李部,可李部却把责任推给了公部 公部又把责任推到了户部 在三个部门互相推卸责任之下,没有办法只能高价住进舒适的求德酒店 契约在后,律令在线 不论什么人来到大明,都必须首先遵守大明的规矩 可我们出钱住店,契约公允 难道在大明签订好的文书,一夜之间就能变成一张废纸吗 不会 朱地摆了白手,表示番客不得资入民宅 这是大明的铁令规矩 可广德客栈已经与你们签了入住合同 白纸黑字一诺千金 于是当场承诺他们之前的租赁合同依旧有效 你们还可以回去继续住那儿 不过从今天开始,他已经不叫广德客栈了 而应该叫信远会馆 就这样,朱地轻松解决了番客们的住宿问题 同时还白得了一所国际酒店 但对于被没收酒店的老板邱广德 朱地也是没有吝啬地给予了嘉奖 因为他已经看出邱广德的商业头脑 决定让他为朝廷办事 邱广德即日起 任信远会馆立幕 从七品 邱广德 还不行 奴才 不 在下 微臣求广德 谢主龙恩 朱地正在一脸欣喜地查看奏章 却不料小太监竟急忙来报 皇上 北谋八百里加级战报 说 由于七国公轻敌冒进 致使北正的十万大军全军覆没 求福他 他说没两件皇上 自杀了 卢曲和一战 七国公轻率十万大军无一还生 气得朱地直接将奏章甩 无比愤怒地冲出了御书房 皇者之威伴随着迈出的步伐一一昼现 杀气腾腾的眼眸 无一没有体现出这位永乐大帝的愤怒 与对蒙古达达的必杀之心 下元吉 控制皇上 下元吉 控制皇上 你立刻筹办北伐的良想 朕要御驾亲政 限定一个月之内完成 耽搁了一天 朕要砍你的头 臣 遵旨 接下朱地下达的艰巨任务后 下元吉便开始同手下官员日夜盘算 不敢有丝毫停歇 只希望能够尽快筹策出北伐的良想 可令他怎么也没想到 得到消息的郑和却在这时找到了他 那我出海的事怎么办呢 明摆着的 没戏了 皇上要发五十万大军 你算死 得花多少钱 还得见美金 是我皇帝到处正在要钱 下元吉轻叹一声 无奈地告诉郑和 现在就算是把他放到油锅里炸 也炸不出一两银子 下夕阳之事他实在是没有办法 面对下元吉的委婉推辞 郑和并没有气馁 而是鼓起勇气找到了朱地 并向这位永乐皇帝大胆敬言 不能因为远征末北就中断了航海大业 海上有太多未知的事物 值得大明前去学习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因此他想率领船队走得更远一点 如有可能 就带船队去太西那边看一看 会会那些跟咱们完全不同的国度和人群 朱地知道 在郑和的心中 也有着和自己一样的雄心壮志 于是在思虑一番后 便欣然答应了郑和的请求 你可以去 但是要自己找钱 郑和就是等皇上这句话的 在得到朱地的应允后 郑和转头就找到了京城巨商邱广德 请求他出面号召商人筹集钱款货物 让他设货出海 等到大明船队返航之后 再如数偿还钱财和利息 郑大人 这是好事啊 那么多人都盼着跟您出海呢 这件事啊 一说准成 然而郑和却告诉邱广德 筹集的钱财货物 绝不能直接交到他的手上 因为这样就等于违背了大明的近海组织 不过只要把这笔钱以认捐的方式 交到太子朱高赤的手上 再转交给他便可以名正言顺的运用 郑大人您就放心吧 请 好 那就拜托了 可令郑和怎么也没想到 就是因为这一操作 禁间接让太子朱高赤病倒在了床上 无奈之下只好找来护部尚书夏元吉 和大学士谢静探讨 到底怎样才能规避组织的家族 让郑和顺利出海西洋的同时 又愁挫出北伐的良想 可三人绞尽脑汁也没想出好办法 但就在这时 已经长大的朱瞻基却站了出来 关道行不通 可以考虑另辟蹊径 从民间想想办法 朱瞻基的想法 瞬间就打开了三人的思路 而他也直言不讳地表示 郑和想借货出海 虽然是违背了组织 但却可以换个思路掉过头来想一想 直接拿邱广德他们的银子出海 再把海外的货换回来卖 这样不就北征也成了 还也出了吗 可朱高赤却认为绕过来绕过去 还是没有躲开商人不得下海的组织 不然 朱瞻基表示这里面的关键 是在于民间的货在哪里卖 如果拿到外藩去卖就是通移 可如果拿回大明来卖就是自由交易 邱广德他们的银子 我们可以说他们是认捐的 等正和回来 把货交给泰仓 皇上可以以表彰的名义 把番货赏给他们 这一捐一赏 不就躲开了黎明百姓 不准通移的铁律了吗 不得不说朱瞻基的一捐一赏 可以称得上师妙计良策 不仅解决了商人不能出海经商的组织 甚至还解决了北伐的难题 而有了办法的下援级也是行动迅速 很快就被齐了朱棣所需的良想 就这样 朱棣亲率五十万大军北上 讨伐令大明受辱的蒙古达达 而在他的带领下 明军的攻势无比凶猛 很快就击溃了蒙古的本雅势力 又在回师途中大败阿鲁台 自此明军大获全胜 北部边境也终于出现了难得的和平 与此同时 正和也顺利地开启了第四次下西洋 可就在众人登上墨干岛 准备补充淡水之际 却发现了一个老熟人 郑大人 王大人 吴轩 你知罪了吗 知罪 知罪了 请郑大人带我回去 上船吧